根据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分享的视频 当局再次将一群维吾尔人送往强迫劳动营 近年来中国加大了对东都决散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的同化政策 众多媒体报道表明 中国已将大批东都决散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送往中国各地的工程 在那里他们从事强迫劳动 报道指出其中许多人来自东都决散的集中营或监狱 另一方面中国当局鼓励汉族人迁移和定居东都决散 该视频原本是在和田拍摄 显示了一群维吾尔族男女正在被送往中国内地城市 另一个视频显示许多拿着包和行李的维吾尔族老年妇女准备长途旅行 他们脸上露出无奈和痛苦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与昨日联合致汉美国国务卿蓬佩尔指出 由于中国当局于7月底关闭美国驻成都领事馆 他们要求美国制定进一步的计划 以确保继续监督西藏与东都决散的人权状况 美国众议员吉姆·麦格文、安蒂·莱文等两党共110名国会议员 与昨日联合致汉国务卿蓬佩尤 幸中对中共当局于7月底关闭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仪式表示担忧 并要求国防部制定进一步的计划 以确保能继续监督东都决散与西藏的人权状况 此外 幸中一督促美国政府根据2002年制定的西藏政策法 尽快任命西藏事务协调员 周五 数十名抗议者聚集在中国大使馆外 谴责对东都决散维吾尔人的破坏 来自不同国家的大约有80名左右的国际学生 聚集在中国驻伦敦大使馆前 抗议对维吾尔穆斯林的破坏 抗议者大喊停止种族清洗的口号 高举邪有种族灭绝维吾尔人的生命很宝贵的标语 一名抗议者对阿拉多鲁通讯社说 我们聚集在一起 以引起人们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关注 并说维吾尔人正在被迫劳动 另一名示威者说 世界应该为此做些事情 并说这不能掩盖 世界必须站起来 中英边境最新冲突后 两国外长首次会晤 针对中英边境冲突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与印度外长苏杰生 周四在莫斯科进行了两个小时的会晤 王毅与苏杰生发表联合声明 指出目前状况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因此同意双方士兵应该继续谈话 快速地结束对峙 保持适当的距离和缓解紧张关系 声明又补充 双方将会加快实施 可以保持和强化和平安宁的措施 但没有具体说明 双方同意继续通过中英边界问题 特别代表会晤机制保持沟通 继续开展中英边境事务挫商 与协调工作机制挫商 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在白宫宣布 经他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巴林国王哈马德三方通话 以色列与巴林同意建立全面外交关系 特朗普表示 稳着和平与合作的精神 以色列与巴林领导人 同意完全实现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 巴林也成为一个月内 第二个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的阿拉伯国家 8月13日 以色列与阿联酋同意实现关系正常化 巴勒斯坦领导层11日晚发表声明 强烈拒绝和谴责巴林在美国撮合下 已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巴勒斯坦外交部长宣布 召回该国驻巴林大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